一般申办家用网络如果可以送一个小正品 就可以吸引不少买器 不过现在居然有业者送出将近万元的电视 为了要回馈消费者 红树林有限电视业者日前推出操纸网络方案 只要是申请指定网络 就送价值9000多元的夏普40寸LED电视 就是希望可以让买器加温 目前因为我们红树林就是为了要在地回馈我们的乡亲 所以目前只要申办我们的数位家庭套餐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目前最夯的40寸夏普电视 然后在我们这个数位家庭套餐的内容里面 其实它包含了除了我们的有线电视 然后还有我们的光线上网以外 还有包含我们的一个超级录影机 然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你人不在家里面也可以看到家里状况的一个关怀的镜头 其实面对时代变迁 许多家庭中的电视都已经换成液晶或者是LED面板的电视 因此为了回应需求 还有回馈在地的消费者 特别与电视业者合作 推出半网路就送电视的方案 这个电视就是目前大家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卢广中有广告的一个部分 然后它的面板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 所以它的画质是非常的清楚的 然后再加上它的边框非常的薄 然后再加上它的联网功能 然后这样的话对你们的使用上跟生活上会更加的便利 洪树林有线电视表示 只要是申请120Mbps以上的网速方案 就送出这一台40寸的LED电视 此外不只是网路在这多联网的时代 还有网路摄影机等多元服务 就是要让消费者感到超值 记得是端一的消费猫八道